新竹市長高鴻安 昨天舉行記者會揭露新竹 勢力棒球場問題 多達一百五十二項 隨機開挖潛層土壤 就有廢棄磚頭 石頭和電線 會將證據送交新竹地檢署 也會送監察院陣風調查 因此在安全考量下 也不會爭取舉辦世界棒球經典賽 熱身賽 新竹市立棒球場去年底改善完成 美國大聯盟去年十二月十四日派員場刊 評估是否能作為WBC世界經典賽 官辦熱身賽場地 市長高鴻安五日召開記者會 揭露公務處最新盤點出的一百五十二項趨師 在去年十二月十四日 和今年一月四日兩次的隨機取樣中 在球場的淺層土壤中發現紅磚頭 廢棄電線以及超過三公分的石頭 高鴻安直言新竹棒球場開挖取樣發現的廢棄物 已經違反契約設計圖的規範 並有偷工減料的嫌疑 灑水測試三十分鐘就淹水 也顯示草皮土壤排水不佳 在這十天以來努力地在看球場 想辦法要改善 但是確實真的太多 我們沒有辦法擔得起 在球場不安全沒有驗收的情況之下 來讓國際的選手跟我國的選手 去冒這樣大的風險 所以很抱歉 我們這一次新竹市不舉辦WBC的經典賽 高環也表示接下來會將所有現場的證據 影片錄音主動送交給司法單位處理 目前檢調也已經立案調查 未來新竹市棒球場將聘請 專業的場務顧問建立團隊 協助修改調整 目前球場重啟 仍沒有時間表 記者黃判謝正麟 張君豪 新竹報導